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从今天开始 清代八旗住房 我们就从京基住房转了出来 转到哪了呀 转到了清代八旗的直省住房 除了京师驻守的八旗禁旅 八旗住房均主要分为直省和边疆 这些个住房体系都是清代经过很多年才摸索出来的 真正的直省住房体系啊 是从康熙23年才开始设立 到了雍正朝几十年间 才把这个体系逐渐完善完备 那么顺治朝到康熙初年 这段时间直省住房就是什么样的呢 今天呀咱们就聊聊这些 要聊直省住房 咱们是不是就得先知道 这大清国到底有多少省啊 这事儿啊 我想爱听评书的好朋友肯定是张嘴就来 南七北六十三行省吗 其实这十三省一说呀 说的是明白 钱明在南北两京设立了十三个部政司 到了清朝呢 就被分为了十八个行省 这十八个直省啊 设立的是总督和巡抚 边疆地区没有省 设立的是将军 您比方说关外的凤天 吉林 黑龙江还有这个后来平定的回部就是新疆啊 至于这台湾嘛就更晚了 光绪十一年的时候才在台湾设省派了一个巡抚 清代的行政划分呢其实它也是一个课题 不过今天呢咱们主要就讲这十八个行省驻军 在顺治年间啊 其实各行省的八七驻防驻军是比较松散的 规制也没有一定 这八七兵不论是在川陕湖广地区剿灭农民起义军 还是在南方平定着南明的小朝廷 若是大战役打完之后 敌军全部清剿 八七兵就会换防他地 如果这个地方啊流寇众多 没有被全部剿灭 所以呢八七兵就要在此地多驻扎一段时间 开始呢也没有定论 说哪个将军带着多少兵在某地驻扎多长时间 通常在这些直省驻防点驻防带兵呢 都是宗使王爷 他们首先呀怀着一颗对大兴国的无限忠诚 其次呢也是为了出来挣军功 在一个驻防点驻防带兵啊 也就是几个月到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呢再有其他人来替换他 刚才咱们不是交代过了吗 到了康熙二十三年以后啊 直省驻防才有一定的规制 可是在这之前呢 就有两处驻防是大清朝廷非常重视的 有清一代一直到大清灭亡也没有变动过 这一呢就是江南的江宁和杭州驻防 再有一个呀就是西北的西安 那么这两处驻军 为什么在清初政策相对摇摆不定的时候 还能够定制下来呢 这自然是有它的原因的 咱们就先拿西安说吧 其实西安这块地儿啊 大清国是挺出头的 为什么呀 李自成就是从那走出来的啊 西安那可是当年农民企业军的重要据点 戈鱼巨也这个进步一点的词说呀 叫群众革命意识和革命基础很浓厚 所以呢经常会出现大谷小谷的反清势力 并且顺治初年 大清国在湖广一带还在剿灭闯贼余孽 西安自然就成了重要的粮草后勤的补给之地 所以呢从战略意义上讲 西安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清朝在顺治二年的时候 就派和洛会带兵坐镇西安 一共啊 有一千多名满猛骑兵 没过多长时间就在当年增加至两千名骑兵 到了顺治十八年 又增加满洲布甲一千名 康熙年 康熙十三年的时候 因为平定三番的需要 又往西安增加了满洲马甲一千名 同时又增加了汉军马甲三百名 三番之后啊 在西安驻守的满猛汉马甲 大概就有五千余人 这里边啊还不算 八旗布甲一千多人 雍正以后 官书上的记载稍微精确了一点 在西安城大概驻扎满猛骑兵四千人左右 汉军骑兵也有三千人 前龙朝呢又往这加了一千骑兵 总之这有清一代啊 清朝的无论大小战事均会从西安调兵 西安一直是作为军事重镇的存在 在每次大战之后 只要财力稍稍允许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西安的兵力补足 说完了西安啊 咱们再说说江宁 咱们还是讲八旗开头的那句话 大清国驻军呢 就爱分个左右翼 西安和江南的江宁杭州驻军呢 就是分了左右翼 每翼驻军各统四旗 顺治二年 八旗兵剿灭了南明的福王小朝廷 顺治皇帝启用了归降的汉臣 红成仇坐镇江南 这目的自然也是很明显 南明的反清势力啊 主要聚集在江南一带 皇帝考虑到在江宁驻军啊 首当其冲的 就是要控制反清的势力 其次啊 就是为了给八旗大军筹措粮草 也就是在顺治二年的时候 朝廷啊 就派这梅勒张经八申 康拉爱率领着南下的八旗将士 与红成仇一同驻守江宁 转过年来 又把山东河北的八旗驻军调到了江宁 因为这会儿朝廷已然意识到了 这江宁啊 不但是粮仓 能为这八旗兵北京城提供粮食 而且呀 他还是钱袋子 不但出丝绸啊 而且海运方便 所以就更要派大兵驻守 顺治二年的时候啊 就派驻了两千兵 十八年又派一千名八旗布甲 康熙十三年呀 又加派了马甲一千名 不过呀 这儿您得注意一点 在江宁的驻军当中啊 没有汉军 也就是说 这儿的八旗兵啊 只有蛮蒙 没有汉 那么为什么 既然在这个江宁都驻了军了 还要在杭州驻兵呢 因为这南明啊 福王小朝廷覆灭之后 不久 很快这唐王小朝廷就建立了 虽然这唐王小朝廷啊 他寿命也不长 但是在清初浙江福建一带 散落着很多明军的残部 这些明军啊 不断的骚扰清军 所以说这朝廷啊 才下决心在杭州也要设下重兵 不过这杭州驻军呢 就是这样 在清初的时候 顺治二年啊 不定额 驻军多少啊 完全看叛军多少而定 到了顺治十五年 定了个兵额 大概啊 就是四千 康熙十三年 那会儿啊 正是三藩之乱 为了平定三藩中的梗藩 所以在这里又增加了驻军 总之这杭州的驻兵啊 总是少于西安和江宁 那有人说了 这又是江宁 又是杭州 这驻军的总数啊 已经多于西北的西安了 那江南一带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兵啊 您别忘了在这一块啊 除了南兵小朝廷的明军以外啊 偏居海外 还有一支反清大军 就是郑成功的部队 时不时的呀 就对江南地区进行武装骚扰 于是这大清国朝廷啊 决定在江南还得增设驻兵点 在哪啊 京口 这句话呀 您可能听着耳熟 京口瓜州溢水间吗 瓜州在哪啊 瓜州在扬州 那么溢水之隔的地儿啊 自然就是京口 京口啊 就在瓜州对岸 长江边上 镇江的城外 就那个金山寺老发海和白娘子打架那地儿 有人说这儿离江宁可不远啊 顺江而下二百里地的事儿 哎 您别小瞧这个地儿 就在顺治九年的时候 这郑成功啊 有一员大将 叫陈辉 就带着两万水军 气着咔嚓就把这京口啊 给攻占了 并且在这儿举行了大型的 姚记名校林的活动 洞结大道啊 弄得这大清朝廷 是相当的没面子 当时功科几十中张王志 就向皇帝奏言 镇江 咽喉重地 因无剑崖重臣 商赤占据 以致贼兵内犯 顺治皇帝一听这话呀 有道理 于是啊 就在顺治十一年的时候 命江宁 昂帮张经将军 管孝忠 一驻镇江 这还不算完 到了康熙十二年 又派了顾山俄臻石厅铸 为镇海大将军率三千兵 驻扎在京口 当然了 这后来 这江南局势逐渐稳定 所以说呀 在后世的京口驻兵 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要是这么看来 最初的八旗直省驻军 在御敌与防御方面啊 还是很有效的 那么有很长一段时间 为什么八旗的直省驻房点 不再增加了呢 这其中的原因呢 咱们留到明天再说 入关以后 大清朝的皇帝终于开始心疼 老百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